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,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,每一个民族都有让人敬仰的英雄,他们为国为民,不惜以身殉国,这样的人应该也必须得到后人尊敬。 早在明末清初时,曾涌现出过很多反清智士,孙承宗,袁崇焕,石可法,齐己光,郑成功等等,都为了保卫大明江山而和清军殊死抗争,但在他们去世后却遭满清抹黑,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座古墓的出现,让民族英雄的冤屈得以沉冤昭雪,他曾被侵蚀抹黑多年。 我是历史的搬运工,每天带住历史的灰尘,把他们搬到你面前。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。 1959年8月的一天,几名国军士兵在金门岛古港湖西侧的梁山下榨山踩石,意外发现鲁王针种,而且出土了黄明监国鲁王矿制一方。 这这方矿制里详细记载了鲁王朱一海死亡的原因,时间等。鲁王死亡时间是1662年,云阴王有孝极,人银11月13日重弹而轰,距升万利物555月15日,年才四十有五。 也就是说,朱一海是因为哮喘病病死的,而不是所谓的郑成功将其沉海杀死的。 另外,还有一点,郑成功在朱一海病死时已经死了,因此更不可能杀他。 历史事实与清朝编修的明史中的记载,差距甚远,为何这样做?一切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,众所周知。 满清入关后,虽然各地反叛势力不断出现,可真正构成重大威胁的就是台湾郑成功家族。 如果把朱一海之死算在郑成功的头上,就能打击抗清军民的积极性,令人叹息的是,朱一海本该令人尊敬, 可惜成为了一枚棋子,生前颠沛流离。 殊死抗清,在南明朱王爷中,也算是一位值得让人尊敬的人。 正如朱一海木之明中所说的那样,王建官卸上,力图光复,虽末路养晦,而致未尝一日烧谢也。 至此,郑成功沉渊昭雪,九泉之下可以明目了。 清军压境,明朝廷风雨飘摇。 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,我们还要从1642年清军大破眼周说起,当时朱一海的哥哥被逼自杀身亡,朱一海则是躲在死人堆里,才得以逃出生天。 后来他跑到江浙一带,此地的人们反清运动,进行得正式激烈之事。 这时,需要拥立一位代理皇帝,暂行皇帝之职。 而放眼江浙一带的皇室宗亲们,他们死的死逃的逃,投降的投降,唯一还像点样子的就剩下朱一海了。 于是他毫无意外被立为代理皇帝。 不过在朱一海出任皇帝之前,朱元璋的另一个皇孙朱遇见,已经在福建地区被用立为龙武帝,一国不可有二主。 由于是在反清的大时代背景下,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皇室内部权力争夺战,争斗到最激烈时,双方居然发生了护斩来使的流血事件。 朱一海投奔郑成功,随后神秘失踪。 后来,朱一海无法抵挡,投奔郑成功。 当看到逃奔而来的朱一海时,郑成功动了侧隐之心,于是郑成功不计前嫌地收留了他。 然而就是郑成功的意识心软,才导致自己背负三百年的黑锅。 从《青史稿》中的描述可以看出,郑成功派人杀害了朱一海,杀了明朝的宗室,杀了明朝的坚果。 对于反清复明的郑成功来讲,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 这样是军叛国的行为给郑成功抹上一辈子的污点。 一座古墓的发现,洗脱郑成功的百年冤屈。 然而事实的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 在1959年时,国军士兵在金门岛附近使用炸药开采石头的时候,爆炸后发现了一座古墓。 经过专家们鉴定分析之后得出,这是鲁王朱一海的陵墓。 在墓地的发掘过程中,不但发现了大量的陪葬物品,而且还看到了一座碑文,在上面记录了鲁王朱一海的一生。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,为郑成功刷洗了是军叛国的罪名,那就是说明鲁王朱一海的死因。 在碑文上清楚的记录,王复有孝集,人吟11月13日中坛而轰,由此可以证明鲁王朱一海是患哮喘而死。 并不是郑成功派人害死的,并且是死在郑成功的后面。 通过陵墓中的陪葬品可以看出,郑成功对鲁王是非常敬重的,让他的后人对朱一海也是敬重有加,以皇室的礼仪厚葬。 看到这里时,考古专家不由得感叹,郑成功这个民族英雄背了三百年的黑锅,终于甩掉了。 而给郑成功背黑锅的青石稿,无疑是满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,对民事的事件运用抹黑、无限等手法,点滴别人,抬高自己,从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。 但历史的真相终归揭露。 不是一部青石稿所能改写的,经过考古发掘,会有越来越多的真相呈现在我们世人的眼前。 郑成功,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和民族解放斗士,他留下的辉煌业绩,曾让后人称之为两岸救国的先驱,也被称为台湾民族英雄。 然而,他的死因一直以来都具备争议和谜团。 郑成功死因之谜,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情,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 然而,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,却突然抱病而亡,想年仅38岁。 有人传言说,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。 也得知LA一个凶信,称他的父亲被加奴一大气告发。 一大气称,郑之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,图谋不轨,倾朝廷震怒,将郑之龙全家处死。 郑成功听到消息后,垂胸顿足,望北痛哭道,你要是听我的劝告,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? 不久后,郑成功又得知,叛将黄吾在自己家乡挖了正式祖坟,这让郑成功更加悲痛欲绝。 他垂胸拍案,整天哀伤痛哭,他咬牙切齿发誓说,人活着结下怨恨,与死者有什么关系呢? 要是有一天我领兵打回去,我不一寸寸地将你碎尸。 我就网做人间大丈夫了,十四年后,郑成功县张州时,他替父亲血了恨,也挖了黄吾的坟边师,他的愿望中得了实现。 终归陈陀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据传,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月曾揭发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如母陈氏通奸。 这一事件让郑成功十分愤怒,他决定派人前往厦门,想要斩杀郑经,其所生的孩子以及如母陈氏。 可是,留守厦门的众将却拒绝执行命令,这使得郑成功倍感失望和愤怒。 日复一日,他每天都登高望海,希望有船只来到澎湖,但却迟迟未见任何动静。 最终,他患上了风寒病,并在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,我该如何面对先帝在地下的灵魂。 接着,他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脸,离世而去。 据台湾通知记载,郑成功死于感冒风寒。 然而,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,以及当时郑氏家族内部的斗争背景, 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害的,这种说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证据。 首先,郑成功死前的情况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。 其次,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帝、荣村语录续集、夏林、民海济文、林石队和杂丛潭都有记载郑成功致死的情况。 例如,荣村语录续集中提到,郑成功疑似中暑,马信建一名医生给他开了粮药,但在当晚去世。 此外,荷杂丛潭中也有类似的描述,郑成功突然发狂,咬住手指直至死亡。 民海济文则称,郑成功临终前将药物扔在地上,然后痛苦地呼喊着离世了。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,郑成功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谋杀,但为时已晚,一代英雄就此落幕。 影响至今,如今,郑成功的英明依旧在两岸闪耀,他的事迹和思想传承了几百年。 拥有不朽的历史价值,他所带领的泉州水师,更是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我们需要铭记历史,感悟人生,传承文化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不懈努力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